做一年做兩年能定得著嗎? 咱們這樣一個小時也定不住 心從來沒停止過 說黑色睡覺不停止了?沒有 心當不能一時停止 停止人就死亡了 但是和尚入定的時候 他的心停下來了 要入定 外景所不前 怎能達到這個樣子? 咱們佛教的術語就修慣 修慣 慣想 說你用你的意識來堅斷你這個心 讓你這個心想的很合乎規律 想什麼呢? 就是飲食四間像 飲食四間像是無常的 是變化的 咱們佛教的觀點說 無我的 我們說硬核話說語言的時候 都表達了無我 我的身體都加個地字 我的身體 沒有說我神 這樣說話的人沒有 我心 直接是沒有 中間都加個戒詞 為什麼? 身體不是我 是我地 民和事物都是我地 我地不是我呀 那我在哪裡呢? 在我們佛教講 你要是能夠了達我了 就成功一半了 這叫什麼呢? 無我 說你一進寺廟去 看這寺廟有三個門 一個是無相 一個是無相 什麼形象都沒有 那為什麼呢? 那是假相 一個是無做 做是造作意 說這個事物啊 不是人家造作才有的呀 你造作也入世 不造作也無事 根本就沒有 就無相 無造 一般說無怨 中間叫什麼呢? 叫波羅 波羅門 一般的我們說叫空門 從和尚說的波羅 就是我們平常所說的智慧 為什麼不翻成智慧呢? 這智慧它狹小 聰明也是智慧 誤了 了生死了也是智慧 因是一些諸法就空 因是一些諸法無常 因是一些諸法無我 這叫有智慧 但是不說智慧 說這叫波羅 入波羅門 因此不翻叫波羅 因為這個是 跟大家上來講 我這就是佛 我不是有形象的 無相 也沒有造作 這就是佛門所講的空 那麼一天說 對著空門 把那空就解釋錯誤了 因為什麼都沒有就是空了 不是這個含義 說在一些事物上 你不去貪戀 你不去執著 空了 在你心空 這叫關 這叫關 關 關一些諸法 空 硬核形象 沒有的 關的是緩化的 是變化的 不是成的 現在北京成 完全變了 變成不是北京成了 沒有成了 現在北京有成嗎 1931年我到北京時候 北京是八門八關 都有成的 外的還有一個護城河 護城河外的還有一個榮定河 現在還有了嗎 現在我們待這個地區 是大糞場 北京四季的糞 都是在這空地來炼 炼乾肉 就把它收落了 中天啊 好下地 給下地地肥 現在是這樣子嗎 沒有了 這叫變化無常 第一個是空 就是有也是變化的 一定達到沒有 在我歷史上走 這個地方 燕雲十六州 燕雲十六州 就是在這北方有十六個城市 北京是最小的 現在我們坐過 在山內底下 那就是戴縣 從漢朝起 戴縣才是北方最主要的城市 有的古戰場 北京叫塞北幽州 從唐州開始 大家看過演藝小說嗎 那是鎮守這個幽州 就是這個地方說的 那北魏建國的時候 是得燕雷十六州得帶走 大家可能到過那個 就是看過那個大同 大同有個佛庫 雲崗師庫 那是北魏 北魏時間修的 時間地裏 一些條件是變化的 無常的 這樣的運勢 我現在找我舊日的那些道友沒有了 我十六歲 現在九十三歲了 過日的那情況 形象 地區 人事關係 全部沒有了 新的了 北京市大小 兩千四百多重量 現在剩了四個 說一切事物啊 它在不斷地變化 究竟沒有了 新的建議起來 新的又沒有了 什麼呢 這叫無常 人呢 沒有了 人是否無有了 是不是斷滅呢 佛教不想斷滅 佛教不想斷滅 說你另換一個形象 另到另一個處所 不是現在這個處所了 咱總相信 但是從你的觀念 學佛的 佛教的教授的方法 有印式無常 印式是假的 印式是空的 印式它是幻化的 假的 空的 你貪什麼呢 還貪什麼 過去在北京那些 一個四合院 現在基本上都沒有了 一個四合院 不曉得變了好多主人 現在變到最後呢 四合院沒有了 變個大樓房 這樓房能占著好多土地呀 為什麼占著人 人口多了 地方小 但是一城一城的 住的人多 而四合院 能住到現在一層樓 那麼多人嗎 像我現在住那個 旺座 三十三城 那裡都能住好多人 要住四合院 該住好多四合院 就是物質性變化 人類也是變化 那是二十六萬人 那現在北京一千多萬人了 這就是 形容它的變化 而認識它的不真實 沒有一定是真實的 觀一切法 佛教人們觀一切法是假的 不要貪戀 就是讓你呀 觀就是思維想 你想完了知道 一切無常的 那你還爭什麼呢 還貪戀什麼呢 因此你從這個觀點思想想 你就知道了 知道什麼呢 看破綁 什麼事不要印真 無常的呀 無常的 大家看看那人民幣 那流通的 那流通的 你看這個百塊錢在你手 讓你買完東西 這百塊錢不輸你了 它不流通到誰那兒去了 那一天再流通 那叫流通卷 過去講元寶 我到北京那時候花銅板 花銅板啊 那票子也是隨著銅板來的 現在銅板沒有了 銅板沒有了 以前從西日門到玄武門 兩個銅板就夠了 現在都變我了 一切事物都是無常的 要麼認識無常 是空的 空的才能建設 不空的北京能建和這麼大嗎 一切事物都是假銘 現在北京 現在北京京西八線 現在北京有二十多線 不是線了 是去了 人家去了 北京為什麼這麼大呢 把那些線呢 都變進來了 沒有線了 就是一切事物在不斷運動當中 不斷地演變 說你不要執著 要你呀 不要貪戀 過去的東西 就過去了 沒有了 未來的東西還沒來 現在的現在不住 沒有一樣是真的東西 叫你 因此你看些事物入世 不必貪戀 也不必生煩惱 沒有八樣的觀點看不破的 每天都經過 奈別離 你最親愛的人呢 他當死了 死了不就離開了 你再想讓他活呀 那辦不到了 最親愛的 你不想離開 非離開不可 這是死亡 出遠門 現在交通便宜 還可以隨便回來 但是現在也就是 他犯了法了 犯了法了 住監獄回不來了 那不自由了 有等於沒有 說這是奈地 非離離不可 情緒不當 那你冤見 你不願看他 他有一天在你眼前 你想也躲 躲不開 這是怨真會 還有目想求得的東西 最喜歡的東西 求不得 求不到 這佛教想說的呀 說你別言經過這一個痛苦 願真會 奈不離求不得 最大的是無運之聖 無運之聖 什麼叫無運呢 人家的整體來說呀 就是色跟心兩種 在佛教的術語 受想行時屬於心法 身就是身體 屬於色法 散心二法 它是隨時留住不定的 這五運要分家 就是你該死亡了 所以 就是你的享受 享受 心理上的 行是運動 你每天都在運動當中 身體在運動 從小孩變成老 就新陳代謝 所以這個在佛教講 是八樣啊 一樣也避免不了 最後變變到你死亡 這就是我們佛教講的 生老病死死大種 從你生下來 就在變變變 變得你老了沒有了 乃至於生病突然死亡 不等生病啊 出車壞啊 戰爭上的啊 各種的死亡的多了 就生老病死 一樣離不開 最後呢 死亡消失了 死亡是不是斷滅了 不會又來了 隨你所做的業 受爆 再來時候 不見得變人 變狗啊 變羊啊 變羊啊 變畜生啊 甚至我們佛教講下的業 就是三那道 就是 在這種循環不喜的當中 只有佛的智慧跟你說這些個法 說這些個法 法就是 種種樣樣的事兒 你在哪個上能做得了主 哪裏做得了主 說你讓我這一生不生病辦不到 沒有一個人能做得到 你權位好高權力好大做不到 這是一個 但是死 人人都要死的 每個人心裡想到死嗎 沒有 人物百歲 他懷的是千年永 說你這樣來認識世界 來認識人生 就是那花似的 花有時候開了 有時候謝了 開的時候啊 人人都很難很細心 謝的時候人家就不要它了 人也入世 人家年輕立臟的 幹什麼都可以 到老了像我這樣老頭的 沒人喜歡了 沒人喜歡了 老了就盡於消滅 這叫生老病死 這個苦難哪 誰也脫不了 但是我們現在發心要斷著苦難 所以學佛就是這個目的 就是我們的心能轉變生老病死 那你得有力量 有什麼力量呢 以這佛所教授的方法去修 慣 慣想 慣想著無常 慣想著苦 慣想無我 慣想空 最後都是空 你經過你這些慣想 你不去執著了 不去貪戀了 不執著不貪戀了 你得到什麼結果呢 邂途 佛教講邂途 看破了 印什麼都是假的 心不貪戀 也不隨著它去編倒 無常的當常 本來是苦的 你當為是樂 樂是苦因 就是在你這些觀點觀成熟了 你就自在了 怎麼達到自在那 看破了 什麼都是假的 不貪戀 看破才放得下呀 不執著呀 你最勤奈的人 他死亡了 你應該呀 你應該呀 給他唱唱唱歌 他泄脫了 死亡了就是泄脫了 咱們呢 要產生悲難 那死的人就沒有悲難了 看破了放下了 什麼都不是做 不就自在了嗎 這個時候你才把你那個 幼體的 幼體的 五韻 色受想行食啊 照見五韻皆空 照見五韻空的 這個照就上來跟大家講的 我智慧有智慧明白了 明白什麼 這都是假的 那什麼是真的呢 智慧是真的 所以我們出家求什麼呢 求智慧 求薄弱 薄弱 薄弱智慧沒有死亡 他也不生病 他沒生老病死狗 一切藏外都沒有 有智慧的人 他的因何事情不煩惱 他知道是假的 這就有智慧 但是我們佛有所有的佛教徒 求的是什麼呢 智慧 怎麼求呢 求的方法 就我上來說的 你看一切法 看就是你觀啊 不是眼睛看啊 說心裡想 哪樣事兒是真的 沒有一樣是真的 沒有一樣事兒都不能留戀得到 你看空了 看空了 看空了 看空了你就不執著了 空了就泄脫了 泄脫的翻譯別名 心 語音這個是這個方法 你平常管照你的心 看你心住在什麼地方 你能找到印的你的心 有智慧了 現在我們那個 用的不是心 心啊 咱们佛教讲 不是我们心生长那个幼团 是我们那个心 跟佛所成道那个心 是一个 咱们佛经寡讲这个心的 讲的很多的经论 讲这个心 心里它无处不在 无处都不是 这就是佛教的禅宗 处处的都是心 处处都不是心 这个道理就不是一般的人 想象的 认识的道理 大家可能有读《金刚经》的 《金刚经》的 咱们因为羡慕的俄罗汉 了了生死了 俄罗汉都不知道心在何处 他用的是石 不是心 所以在我们佛教也讲 发菩提心 就是那个灵智灵觉 那个觉悟 那就是心 但是他无助 你找不着心在何处啊 这就是我们佛性所掺的 何处是心 过去古来问这个问题 修了几十年 找不到 找到了他有什么大的好处呢 找到就成佛了 没成佛嘛 也正在空里了 空里所显现的 就是不是我们所应时的 因缘所生的 离开因缘 离开因缘所生的那个真心 现在我们把这个假的 妄想当成真的 心脏那个 那不是真的 妄想之中的第六 意识 第六意识 眼耳鼻舌身意 是在第六的意 那叫意识 那么眼睛 看眼色 眼是眼根 这叫根 外头是尘 眼根对的外头 是尘景的时候 没有分别的 中间有个石 眼有二眼石 中间分别青红紫白 那是石分别的 不是眼睛分别的 耳闻生 是耳石 不是耳根 我这个石坏了 现在我这耳头 就听不见了 男人可住听器 还是不好大 不大好石 有啥呢 石老了 磨损的 它太不经重了 眼有眼石 耳有耳石 鼻有鼻石 就是六根 六尘六石 在我们佛教讲十八戒 每一戒有一个界限 说眼对的一些像 分别不出来 中间有个石 来分别青红紫白 男的女的老的小的 是那个石的作怪 这个中间就十八戒 中间六石 心呢 也如是 心石 等它石坏了 那就迷了 就迷了 真正迷了 那它心石坏了 分辨不出什么了 有几种病 表达这种 麻风病 麻风病 就是人心的疯了 不是外的疯向 心里头又疯了 疯大偏重 他咬手之后 自己咬自手的 没有痛觉了 石全部坏了 看着他这个人 有身体 没有石神了 没有石神了 这叫六根六石 六成十八戒 修道的人 先断这点 断了并不是无知 它有智慧 把石啊 断了生气 就是智慧 智慧不是分别 是照料 这灯光是照料 没有分别 但是那些菩萨 度众生的时候 他度众生 不许跟众生分别 没有贪耐心 这平等平等的 就是修道 把石 把智 把那个 根成石 转变成智慧 就是智慧的现象 智慧的现象 有智慧的人 一切都知了 这就达到 你怎么能达到有智慧 这就学法了